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头牛是全家的希望啊 回村后喊上了全村的劳力 带着火把和土枪浩浩荡荡去讨伐 结果到了事发地点 只剩下一地残骸和不明的毛发 顺着血迹追过去 最后跟到了大雾瘴气区 没敢继续追 这种神秘生物还有过吃人的记录 有农夫在山上砍柴回家的路上 被拖到深山里吃了一半 估计味道不行就没吃完 等目击者待人找到以后都惨不忍睹了 直到长大后 知道了野人的传说 才知道十万大山的恐怖 广西的山脉很古老 深山里有保存很完整的原始森林 河岛宽广 水域复杂 地形多变 十分神秘 小时候不听话 奶奶就吓唬我 说让长毛来抓我去吃了 这是最早的长毛一字记忆 后来形容土匪和乱臣贼子 直到记事很久 还能听到长毛在深山出没的传说 极具攻击力和杀伤性的一种神秘生物 出没在瘴气弥漫的十万大山边缘地带 下面出场的大家肯定都知道 就是很邪恶的一个东西 叫水猴 也叫水鬼 有传言说 水鬼是死者的怨气所化 洗腹机水域内的一切生物 而且目击者众多 最神奇的一次是在广西贵港骑士码头 码头上有几百个人 都看到了从大桥底下急速前进的水猴群 中间还有单独冒头的网人群张望 那一年发过一次大洪水 死了好多人 大水退散后 很多小孩找不到了 人们说是水鬼找到足够提升了 集体退散了 我们村里只有一间小学 我叔叔是少数教师之一 我经常跟着哥哥上学 他们上课我就在教室外面抓虫子玩 放学就一起回家 有一次放学 集体排队回去 路过村里失敲时 有人大叫着跑到栏杆边上 老师喝纸都没用 我们好奇就跑过去看了 结果看到了很奇怪的东西 一只长毛的干瘦爪子探出水面 仿佛要抓住什么东西 爪子很锋利 就立在江面上 渗人得很 几十号人攀着栏杆边上看 鸡鸡喳喳 老师喊也没用 没一会儿 那只手动笔下 沉到水里 一个类似长毛猴子的身体 一个打转 潜到了黑暗幽静的江底 剩下还回味无穷的一群孩子 和一脸黑线的老师们 老师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 孩子们却很好奇 很兴奋地回去和伙伴描述 隔天我才知道 不久前上游村子有小孩去放牛 偷偷游泳淹死在江里 正好是小学的 没几天就看到江面 飘着给死人吃的冷饭了 岸边还有烧不干净的衣服和明纸 搞得我们都不敢去那边抓鱼了 水猴不止伏击 还有过当众作案的 不过他们只会在阴天出没 因为太阳灰把他们照下了 很多时候是好几只抱团出现 没有任何预兆 码头人家都有养鸭子的习惯 平时就放养在江中 晚上在划船去赶回来 有一户人家养了十几只鸭子 傍晚时分 家主腰和山儿子一起去赶鸭子 刚滑到江中就发现不对劲了 远处刚刚还在岸边 嬉戏的几个小孩都不见了 鸭子也在拼命地在江中心打圈 仿佛被什么东西驱赶 受惊得嘎嘎大叫 那个家主猜到了点什么 扯开嗓子 把还在忙活的所有人都叫上 在傍晚的江面上敲锣打鼓 因为水猴怕燥 尤其怕锣声和狗血 丢了孩子的家人 甚至开始拖着狗到江面上放血 打着灯的客船也在江上搜寻 四个七八岁的孩子 水性都很好 突然发现不见了 大家都很着急 直到有老人出来主持事态了 有点狗血 不过还真是有用 老人让他们妈妈喊名字 喊小名 带上他们下水前的衣服 在江中心一边哭一边喊 男人挤上红布条 喝点米酒下水 不要分散太远在水里找 紧锣密鼓地闹了半天 天色就暗下来了 眼看天就黑了 事态发展很严重 突然有后生在说 在水下看到东西了 大家赶紧准备工具 集合壮丁下水 没多久就捞上来三个孩子 已经被水槽裹成粽子了 就露着手脚 但是没有了呼吸 老人们让他们把孩子抬到岸边 放到被太阳暴晒过的江边大石板上 清理完水槽后 孩子们摆在石板上 浑身开始冒白气 懂这一方面的老人 让壮丁拿口血堆白酒 搓孩子的脚心 没多久 孩子陆续吐出了腥臭的淤泥 和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慢慢有了呼吸 但是另外一个孩子还是没有下落 那家人在船上哭得痛彻心扉 这件事让整个码头冷清了好几天 但凡阴天下雨 很少有人到江上活动了 渡船也都开始紧身出船了 我在老家长到六岁才进的县城 跟着爷爷上山 渡江 蹭饭桌 晚上凑旁边听故事 所以满肚子稀奇古怪的东西 希望大家喜欢 有不足补充最好 表哥小时候喜欢串门去看电视 因为那时候电视还很稀罕 所以一台电视一群人围着看很正常 看到十二点没台了 就各自散去 点着竹条火把走回家 有一次表哥回去晚了 以为伙伴会等他 结果自己一个人在村里小道走着回去 那种石头铺的小路 滑溜溜的 中间还要过一段桥 让他很害怕 那会儿没路灯 小火把又容易灭 丹精兽怕走到桥边的时候 就不对劲了 桥底下除了哗哗水流 还有别的声音 他越想越怕 但是脚就是跑不快 咬牙挪着步子过桥 上了桥 空洞的桥洞下 很清晰地传来了婴儿 稚嫩的哭声 有气无力的那种 表哥当时就吓尿了 憋了半天的勇气 伴随着一声哭喊 悬报发出来了 村里有还没睡的 在喝酒的大人听到动静 赶忙从家里跑出来看情况 当时大人们看到 表哥摊坐在桥上 面容呆滞 一个劲哭 有老太太一看不对劲 让年轻仔赶紧去 拿烈酒和柚子也 村里一般都种有柚子树 老太拿着柚子条 沾了烈酒就抽表哥 一边抽一边骂 不是我们不要你呀 你死在娘胎里的呀 阎王不收你了吗 乖乖回去投胎好不好啊 明天阿妈就给你做新衣服了 巴拉巴拉之类的 最后念完了 使劲抽离一下脑门 把枝条丢到桥下 表哥就昏睡过去了 第二天醒来 还记得自己被人打了一下 但是不知道具体情况 这个就是跟壮客一个性质吧 之后伯母去给神婆送礼打听才知道 有村子生了死胎 怨气重 家里拿木盆装好后水葬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居然浮上来了 还顺流而下 卡在了村子桥洞下 不懂事的孩子们拿石头砸坏了盆 然后就开始不对劲了 当天晚上正好是表哥倒霉而已 那几个调皮的孩子也都发了高烧 有些东西确实碰不得呀 我们这边的水田很多都种水稻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无论哪里的稻田 都会有一片是长满杂草 中间有一个沼泽一样的水坑 我就说说这些水坑的故事吧 水田之前也不是水田 后来演化人工造出来的而已 最可怕的是那种看上去很安全的草皮 一脚下去就是地狱了 那种荒废出来的田就是诡异的沼泽田了 我们土话叫盲涌 意思是会吞噬东西的大地之嘴 也叫阴间入口 有人曾经好奇 坐了十米长的杆子 去探测到底有多深 结果就是放进去一会儿就被吸没了 泡眉毛一个 还有拿绳子绑大石头的 下去二十米抖 没有停的意思 怕出事就没有继续加绳子 一种恐怖又神秘的存在 到了晚上 这种地方的鬼火很多 因为很多动物误入其中 死在坑里 尤其是临近山脚的 经常能看到飘忽的鬼火来回晃荡 小时候经常被吓到 以为是恶鬼出来觅食了 老人也经常吓小孩 不听话丢懵永离去 再继续吧 说一些发生在童年的诡异档案 我住在桂港港北区 表哥当时考到了县里的桂塘中学 和我不是一个城区的 这是听他说的真实经历 当时他们很皮 不上课 天天旷课去打球赛 打麻将 上网 逃喝睡觉 就是一群反面教材 学校睁之眼闭之眼 只要不打架闹事就好 由于每天爬墙来回太麻烦 他们便商量租房子 附近有便宜的就订了 后来找到一个三居室 虽然年代有点久远 但是便宜的初期 家具都有 就是太久没人用了 最先出事的 是一个通宵打游戏的哥们儿 回去睡觉 其他人都不在家 他睡着睡着 就听到厨房有高压锅开了的声音 他人也胆大 毕竟混社会的 有煞气和胆量 骂骂咧烈烈翻身蒙头继续睡 才一会儿就更加邪门了 听到冰箱开开合合 厕所拖把滴水 各种声音清晰的不醒 这大哥一怒 抱和一声 爬起来就抽过身边的台灯要抱走 结果起来就傻了 屋里什么都没有 厨房只有空荡荡的水槽和炉子 冰箱都没动过 厕所门开着 拖把也是干的 他当时就头大了 睡意全无 颤颤拥有地跑去教室了 其他人都笑他玩傻了 幻觉呢 反正他就是特别郁闷 不敢回去睡了 坚持住宿舍 有一次晚上八个人在屋里打麻将 光着膀子玩 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有人敲门了 其中一个人跑过去开门 一个中年妇女开门就骂 阿弟 你们晚上就别剁骨头了 好吵的啊 搞什么也笑骂 当时就给他们吓到了 因为没别的人 就有他们一直在打麻将 别说剁了 房子里刀都没有 当时他们就很疑惑了 但是玩得正嗨 就没大理这会儿事 还去超市买了好多酒上来 搞到第二天八点多 喝得差不多了 玩得累了 旋东到西歪的在屋里睡着了 这次就出事了 先是有人听到厨房有人剁菜的声音 很大声 邦邦那种 一开始以为是睡萌了 但是当几个人同时醒来对视的时候 整个屋子里就弥漫上来恐惧的气氛 加上上次的事件 所有人都被叫醒 围坐在一起 大夏天的 顿时觉得屋里冰凉的要死 看了半天 还是没什么发现 老表觉得这房子有蹊跷 就招呼大家赶紧起来 出去找房东探个究竟 不然迟早要出事 房东大清早被吵醒过来 很不爽 但是看到那么多人一脸不痛快 也没敢说什么 老表把他带到粉店 吃了早餐就开始问正事 开门见山 问房东 你这房子有什么古怪没有 有就跟我说 没有的话 要是我们出点什么事就把你家给烧了等等 房东一开始还嘴硬 后来有人说 不用问他了 我们去问问周边的住户就行 如果真的有问题 现场就真人快打给房东个痛快 把房东吓坏了 立马就交代了房子的古怪 原来 十几年前 就是老表还都小学的时候 这里的桂塘小区还是有钱人住的地方 有个富商和原配离婚了 带着儿子和小三住在一起 富商常年外出做生意 一年回一趟家也很正常 就是只往家里打钱 但是钱都是给三年级的儿子多 情妇拿得少 情妇肯定不满了 每次抱怨都没用 一开始还对小孩有求必应 后来就冷落了 还趁富商不在家的时候排挤他 小孩不懂事 也没当回事 就这么过了两年 长期积怨的情妇和富商吵架了 相当生气 富商已经两年没回来过了 钱也只给儿子打了 不给情妇钱了 他越想越恨 小孩放学回家后 被情妇在门后一锤子放倒 拖到了厨房里 拿着菜刀分尸了 由于是傍晚 声音大也没人理会 以为是哪家剁排骨呢 这女人也够独毒的 一天剁不完 就把没剁的放到了冰箱里 已经剁了的放到高压锅里顿 高压锅全天开着 坏了又下去 买多两个 两个炉子开炖 分了好几天才就全部剁碎了 就这么在锅里熬着 炖烂了就拿喂狗 最恐怖的是 他把孩子的头单独处理好 放在冰箱的最上层冷藏了 案发了一个多月才被人察觉 因为小学的老师几次来找他 都被拒绝了 小孩的伙伴也反映一个多月没见面了 邻居也反映这户家人一个月也没出门几次 而且举止诡异 于是老师就报警了 警察第一次来访时 这女人还表现得很淡定 应付自如 说孩子和她爸爸去香港玩去了 盘问的警察也没多问什么 就这么结束了 直到有一次下了场暴雨 便压气坏了 断了电 冰箱里的肉开始散发味道了 女人正好那两天出去打麻将没回来 邻居实在不堪臭味 越想越不对 就再次报了警 警察破门而入后 寻着味道去找源头 打开冰箱的那瞬间 所有人都跑出去吐了 太恐怖恶心了 冰箱里还有没吃完的 那磕头已经烂得不能再看了 警方当即成立专案组 实施抓捕 一时间 整个小区人心惶惶 到处都在谈论这个事情 一切疑问都随着情妇被捕得到答案 据说这毒妇被捕时还激烈地反抗 咬伤了几个人 但是审讯时 却极度变态地描述了杀人过程和烹饪口感什么的 差点给人审讯的小警员吐了一地 不过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就是 富商知道后 并没有回来料理后事 而是给了一笔钱处理后事 房子就成了凶宅 期间经常有人听到半夜厨房剁菜的声音 整栋楼的住户都纷纷搬走了 因为这个案件 整个小区庞佛都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中 甚至严重的 小孩以前的玩伴 会突然看到死去的孩子在窗户张望下面的人 家长为了孩子们着想 请来了倒是做法 倒是用符把门盒窗封上以后 就很少出现诡异的事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大家也就渐渐淡忘了这件事 十几年的时光是很强大的 后来搬进来的住户也不知道这个案件 直到表哥他们住进去 人们才开始回忆起那个恐怖的变态案件 表哥当时就有疑问 家具兜权 但是一看就是老式的 还用白布蒙着 冰箱里永远有股味道 房子大夏天总是很冰冷刺骨 一个人待着的时候 确实很瘆人 后来一想 都能下出一身鸡皮疙瘩 好在发现了急事 大家都没出什么大事 就是回去后都生了场大病 腹血发烧种种 最后还是老老实实住在宿舍了 每次路过那个小区都要绕道 因为心里有了阴影 差几个有意思的鬼故事吧 短篇的 大家将就着看吧 小时候田笼边上会有海谷罐子 就是一个罐子镶嵌到田笼边里 上面扣一个大碗 里面装的是死者的海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做 反正每次我大老远看着就觉得很难受 跟看了棺材一样 怪吓人的 村里总是有很牛气的孩子 神鬼都要畏惧三分 因为这些熊孩子脱了裤子 就敢尿到土地野头上 抓紧泥巴 就敢抹官二爷一脸泥 打个赌 就能拆了人家墓碑 有个不懂事的熊孩子好奇了 和伙伴打赌 去罐子里套点东西 赢了的就有汤吃 我就纳闷了 万一罐子里藏点地雷什么的 那不得说白白了 到了傍晚 等大人们收工了以后 十几个孩子就跑到了田笼边上 开始作案了 真大胆的可以了 换我肯定不敢 当年光听故事都吓得睡不着 别说靠近这些恐怖的玩意儿 反正赶鸭子上架了 当中打赌要干的 在众人的期盼下 把手探进了罐子里 接下来肯定有事了 罐子里有冰冷的液体 那是每年都灌进去的不明液体 还有各手的骸骨 那孩子刚刚抓住其中一根 就开始大叫着土白沫了 旁边本来就紧张的人 一下吓跑的吓跑 还有吓傻地站在原地哭的 有机灵的孩子一路狂奔回村里叫大人了 其他的看着拔不出手 又拼命惨叫的孩子 都不知道要怎么做 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况 最后那孩子都叫乏力了 瘫旁边上了 大人们一听说还得了 待上村里阿婆就赶过来了 那是现场一片混乱啊 打骂孩子的 着急哭的 还有叽叽喳喳的 阿婆一看 孩子脸都白了 再看看天色 马上就黑透了 就让跑得快地赶紧回村里找一只大公鸡来 顺便带上火把和糯米 老人赶紧给孩子掐人钟 让他保持清醒 等东西送来后 阿婆把大公鸡绑好 打开罐子迅速塞了进去 孩子的手也顺利地抽了出来 小孩的手橙污黑色 有明显的抓痕 心愁不堪 周围人马上就后退了一大圈 阿婆让人把罐子用碗盖上 在碗底撒一把糯米 之后剩下的糯米圈给孩子敷到手上了 孩子家人把他迅速抬回了村里 其他人也跟着回去了 刚刚到家 阿婆就要求他们家 只要糯米还在变黑 就不停地敷 洗糯米的水给孩子留着 盛一碗冷饭 倒扣在门口旁边 不管孩子怎么挣扎 都不要松手 直到糯米不再犯黑为止 家人不敢怠慢 都照着办了 直到第二天计较天亮 一大袋的糯米都用完了 孩子在脸色正常下来 也不胡言乱语 浑身抽搐了 当天守夜的人还听到了 有人在门外敲门的声音 家里的土狗则窝在窝里 一直不敢出来 但是阿婆的嘱咐 谁也不敢不听 没人去管 就顾着孩子了 孩子醒来以后 一直很虚弱 好长一段时间 都是在床上躺着 好在之后没什么大碍了 那只鸡怎么样的 没人敢去看 反正那个罐子 后来给人起了 拿去山里葬了 那些熊孩子罐子 是不碰了 但是后面还有很多 关于他们的故事 村里的孩子 到了晚上有两种活动 一个是抓迷藏 一个是带上电瓶去电青蛙 一般抓迷藏比较多 一个村少说 也能凑十五六个 老表他们村的孩子 在我们那里 是出了名气的牛 男管 好斗 但是很团结 有一回暑假 晚上在操场 把白天筛的稻谷收完后 他们就开始了游戏 大大小小二十号人猜拳 最后输的就负责去找人 被找到的就负责去找人 直到找到代替他的 如此反复 到最后一个人为止 村里有后山 山下路边 有些零散的墓地 规模很小 平时也没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 但是那段时间 暴雨比较多 所以地表情况有点复杂 游戏开始后 所有人都找地方藏起来了 就有这么几个不怕死的 偏偏要找墓地藏 跑到墓地旁边的空坑里躺着 拿干草盖上伪装 晚上不小心踩到还能吓人 去墓地的有五个人 其中三个藏坑里了 剩下的两个不知道是犯傻了还是鬼上身 居然想找棺材糖 尼玛真心给跪 这种胆量不是炼出来的 就是脑子抽抽了 大雨冲刷 还真给冲出一棺材 板子很旧了 还烂了一块 里面的东西七零八落的 不知道给水冲哪去了 就剩下一个空壳 扮演着再扣在坟堆里 这两二话不说就摆正了 推到暗处 这时找人的孩子已经过来了 一路吆喝着 我发现你了 他们着急了 就直接钻进去 板子没盖好 就不敢发出动静了 负责找人的孩子知道把戏 还拿石头砸坑里 把躲着的整得够呛 纷纷跳出来骂人了 反正都被发现了 就找另外两个 其中一个看到他们折腾棺材了 就带着赶过来的人过去喊他们 当中也有害怕的说 别出什么问题啊 这里本来就不吉利 但是大伙不想丢下他们 就直接过去要掀开板子 正要把盖着的板子掰开的时候 不知道哪来的一声叹气 所有在场的都听到了 尼玛当时本来就心虚 这一叹气就跟开了大一样秒了全场 瞬间所有孩子嗷嗷地冲下了后山 完全不顾及身后两名生死不明的队友 在棺材中的情况 一路狂奔到村中间的代销店 大人看这几个平时比牛还难管的孩子 个个小脸白得跟面粉一样 就知道肯定闯祸了 不是炸了谁家的鱼 就是烧了哪家的草垛 或者偷看洗澡被发现了 调侃地问了几句才知道 尼玛闯大祸了 毕竟听到他们有人跑后山躲关在这事 就知道玩大了 赶紧召集家长找人去 当时正要吃晚饭的时间 村里一般八点才吃饭 因为农活收工版 大人们互相喘话 一是人多壮胆 二是让人去找阿婆 但是那天阿婆去别的村帮人做法了 只好请了几个村里辈分高的阿公 去镇厂子 又是一大拨人浩浩荡荡去攻打墓地了 怀着忐忑的心情到了墓地后 发现这里被雨水冲刷得有点厉害 很多旧土都翻出来了 孤凡也探了好多 那个棺材就在草里斜靠着 具体是啥棺材我也不知道 因为没人描述过那长啥样子 阿公们都有点智商 没直接大手一挥就上去干的压的 先让村里牵来的狗去探探 结果还没牵过去 狗尿都吓出来了 呜呜不敢往前 差点还咬人了 这事态就严重了 孩子还在里面 咱们喊都不回答 月亮却越来越诡异的发亮了 山摇山上一片洁白诡异的刻意 这会儿去哪找大神带恋打怪 阿公们商量了一会儿 就决定先搞清楚木的来历和棺材的情况 派几个胆大的年轻仔去看看棺材的情况 由于板面烂了一块 火光照进去 能看到两个孩子惊恐的表情 但是就是不说话 反倒把几个厚生下的跑了回来 打死也不肯上去探险了 没办法 村里有给葬礼跳大神的师父 这会儿才办完事 从别的村到家 急急忙忙给人架到了山上 酒气冲天 喝多了 结果到了事发地点 这师父立马就原地满血复活了 嘴里开始唱些歌 去过葬礼的都听过吧 很奇怪的调调 唱完了 就让人去家里取他的装备 没一会儿就跑着送来了 师父先是摇灵 每次摇都能听到板子里有动静 他说孩子暂时没事 就是出不来了 给压在里面了 然后掏出福州念叨 朱砂一话给盖板子上了 那声叹息再次让全场人吓尿了 但是板子却开了 两兄孩子连滚带爬的出来了 抱着家长就哇哇哭 那今儿就是要哭晕过去的节奏 老师父也醉醺醺的在众人的扶持下回家了 后面留下的人当场就点火把棺材给烧了 这件事以时间让整个村里都沸腾了 因为大家都有听见声音 不是闹着玩的 那两孩子回去就病了 烧了好几天才缓过来 醒来后和家里人说 进去后就感觉有人在背后拿手捂着嘴 使劲拖在棺材里了 什么都做不来 哭都哭不出来 浑身冰凉 阿婆过了几天才回来 事后去看了一下他们 每人一个暴力 何止他们再这么闹腾 迟早要见阎王去 让他们家里人看着点 后来 阿婆让所有人都别谈论这件事了 让施主几家亲老师父吃顿好的 这件事就这么完结了 反正孩子们收敛了一段时间 没事晚上就没瞎跑到山上玩的了 我爸年轻的时候 家里很穷 白天忙活完了 晚上还要和爷爷划船去江里 收白天撒的渔网 补贴家用和口粮 我们那儿的江边多生竹子 尤其是竹筏那种大竹科目 一大片 长出来和爪子一样 根部黑乎乎的 十分恐怖 里面经常会堆积一些漂浮在江上的东西 比如说 腐尸 死的动物 废弃船 渔网 衣物等等乱七八糟的 每次坐船渡浆 我都怕里面跑出什么怪物来 有一天晚上 爸爸和二叔去收网 爸爸在船尾拉网 叔叔在舱里收鱼 就在爸爸拖上了一截网 不经意瞥了一眼船尾的时候 灵异事件发生了 船尾一个脑袋 就孤零零地在船肩上 二叔看我爸惊恐地看着船尾 二话不说 抄起土枪 回头就是一枪 这是长期练就的本能 因为那年头 野猪和狼还有 舍利经常在山里出没 偶尔还有来村里牲口券 偷猪的 看到不对劲的 就给一枪很正常 但是 这回钢沙喷出去后 明显是打空了的声音 还把边上一起来 收鱼的老表吓到了 都纷纷打灯问情况 老爸也是吓得不轻 刚要说话 回头才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船竟然飘到了一大丛大竹中 鱼网也卡在了水底的竹子丛里 月光倒映着阴森森的水面 再返到悠悠的竹群里 别提有多吓人了 当即就招呼老表们过来帮忙 把鱼网剪断 开足马力 把船带出去了 回去后 老爸和爷爷交代了 没打到多少鱼的原因 还有鱼网莫名其妙 就扯到那么远的地方的疑惑 爷爷啥也没说 就让他们以后换个地方下网 别去那一段河道了 老家河道复杂 水域宽广 每次望着广阔的江面 和阴森森的水下 总有毛骨悚然的感觉 有个堂叔很喜欢炸鱼 没事就自制吐炸药 去江面来挤发 有一回在村下 由发电站附近甩了几个炸药 竟然炸上了一条 和屡心香大的罗飞鱼 背起封闭 牙尖齿密 由于被炸晕了 放在江面上 他招呼人手把鱼拖到岸上 立马就用鱼网捆好 几个人抬到了我家天井里 天井就是正厅下面 露天的一大片空地 平时洗菜洗树倒脏水的地方 这个大家都懂 我当时记事了 被这条鱼吓到了 比我都大 鱼清醒过来后 带着伤挣扎 几个大人都按不住 那胸狠劲完全不输野兽 直到取出宰鱼刀 给它来了个痛快 才平静下来 那条鱼的眼神 我现在都依稀记得 特别凶悍 牙齿也挺吓人的 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 都来看稀奇了 参观了一上午才散去 晚上做的鱼生特别好吃 反正好多人都有份吃 可热闹了 再说个比较稀奇的吧 曾经有船夫 去江上撒网的时候 经过一个大竹林 从岸边掌到了水里 一开始靠近 还觉得没什么 船上的人还谈笑风声 是那种铁皮大船 平时不挖沙就在客 拖大鱼网 突然有人大喊说 快看看 快过来看 大蛇大蛇大蛇 所有人顺着 那个人指的地方看去 就看见远处的竹林里 盘着一条很大的 不明种类的蛇 巨大的身躯 在竹葱里 识隐识线 完全看不到全部 目测有一个成年人 那么粗了 鳞天暗青色泛黑 暗雅无光 在青灰色的竹节上 很明显 让人毛骨悚然 大胆的人 还尝试拿炸弹炸 但是被人制止了 一群船公 叽叽喳喳地 看了十分多钟 突然大蛇哗啦一动 整个竹林 都吱哑吱哑作响 掉下来一堆朽渣 整个水面都哗啦动了起来 把船上的人吓得够呛 就在这一时 大蛇的头 从深处探了起来 是三角头 整个头也是暗雅的青黑色 性子鲜红地吐了出来 一瞬间 伴随着竹林的哀鸣 呼拉入了水 带起一阵阵涟漪 剩下还目瞪口呆的工人们 他们回去后 就传开了水怪的消息 有人声称 见过大蛇堵江 也有人说 在山崖采药的时候 也看到过大蛇在岸边入水 众说纷纭 接下来讲一个我的亲身经历吧 去年我还是艺术生 第二年参加一考 让表哥在南宁帮我订了房间 距离火车站挺近 离考点南宁五中也挺近的 但赶过去找了挺久才找到 因为是在路边 牌子挺大 但是不明显 在出租车里和师傅兜了两圈才看见 找到的时候还是傍晚了 进去办了手续 拿到房卡 是顶层最后一件了 坑爹的是 电梯居然坏得很是时候 要不要这么狗血 我扛着行李箱和话具 就蹦搭上去了 到了六楼喘成狗了 一看愣了 整层就只有我这个房间 中间是铁栅栏隔开 对面是居民住户了 房间靠着电梯 对门还有两间房间 门开着 能看出来是一对情侣 还偷瞄到了女的 没穿长裤的白花花大腿 罪过罪过 好在她老公没发现 我就低头刷卡进门了 打开门 发现条件还行 减小了哥的怒气 还有很有情趣的透明洗衣间 这时再来个女鬼 我就能派人鬼情未了了 当时只是玩笑想想 真心不是有意的 折腾满东西 洗了个澡 就下楼熟悉地形了 还去旁边网吧打了会儿游戏 因为第二天要考试 就没敢逗留太久 买了点 吃的就回去了 照旧打卡开门 整栋楼已经安静了 隔壁还有动静 你们懂的 我还是比较淡定的 该干啥干啥 但是由于还比较兴奋 睡不着 就看了会儿电影 折腾到一点多 想想不行 赶紧关灯睡觉吧 明天的考试很重要的 不能出任何意外 洗灯前 检查了一下窗壳门 都反左安全了 就趁早窝被子里了 隔壁依旧奋战中 我脑子里全是明天考试 要注意的东西 看了会儿手机 两点多了 对面终于缴械投降了 你马呀 突然很安静 有点恐怖 在我决定进入睡眠模式的时候 听到了稀稀苏苏的声音 就和老鼠跑动的声音一样 这种情况在南宁 还是比较常见的 老鼠爬过门窗什么的 还不至于被吓到 继续装睡 但是这声音有点频繁了 然后惊悚的事情发生了 你们知道 有人抓你羽绒服那种 刺辣刺辣的声音吗 摩擦那种 当时头皮就炸了 炸到粉身碎骨 巴不得随风飘散啊 半夜别这么倒霉好不 明天还要考试啊 我可不想摊上什么事啊 门早就反锁了 还有铁栓和锁链呢 这哪来的人看上爹的衣服啊 天天还旁观不争气 尿急的样子 传说中的吓尿了 在我身上演绎得淋漓尽致啊 声音开始失一声 然后就是玩命柔啊 你马呀 坑爹呢 持续了一分钟多了 突然静下来了 我当时蒙头在被子里 揣着佛珠念阿尼陀佛 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 太怂了 一身都是冷汗 吓得够呛 这种突然静下来的恐怖气氛 差点没尿崩泪奔 好在神经比较粗 仔细听了十分钟这样 没声音了 竟然不要脸的迷迷糊糊睡着了 睁开眼 就是第二天六点了 因为射了闹铃 偏偏我记忆力还很好 晚上的事瞬间就想起来了 感觉就是刚刚发生的一样 再次尼玛吓到 掀开被子第一件事就是开灯 南宁的凌晨昏黄的灯光 清冷的空气 还有我淡疼的举动 靠墙环顾一周房间 啥也没有 一切跟我睡前一样 衣服还挂在门边的架子上 一点情况都没有 别说老鼠了 蚊子都是公的呀 不咬人啊 门一点洞的痕迹都没有啊 换谁都待不下去了 问题我还要去考试呢 正是要紧呢 没敢多想 给老爸一条短信报平安顺利 就收拾话剧和行李了 打死老子也不想回来这个恐怖宾馆了 把行李机放在前台就去考场了 当天考的还算顺利 出来已经六点多了 晚上八点的飞机 立马嗷嗷地打车回宾馆 拿行李直奔机场 还好没落下什么东西 也没出什么意外 就到了机场 之后就顺顺利利了 飞机上我还幻想各种诡异的坠机 机场要是知道 肯定把我拴尾衣上了 接下来讲个我特别怕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马皇吧 我特别怕那东西 归我不怕 但是每次看到这样的生物 浑身都起鸡皮疙瘩 小时没少听说这玩意儿的故事 都极度恶心惊悚 现在想想还是会怕 最恐怖的版本 就是有个村里的孩子 喝了不干净的水 浑身寄生了那玩意儿 肚子很大 但是浑身干瘦 不吃东西 就爱待在阴暗的地方 村里人都以为害病了 但是每次靠近他 他都极度疯狂反抗 结果 有一回调皮的孩子 用石块丢他 一下子把他脑袋砸开了 里面空荡荡的 只有一堆小细孔 密密麻麻 特别恶心 旁边的人看不对劲 就继续砸 肚子砸开以后 所有人间叫跑开了 一肚子的马荒又在 那个恶心 真心不幸 当场就把孩子烧了 现在想想 其实是骗人的 江里有三大恐怖传说 一是大蛇 二是各类水中鬼怪 然后就是马荒了 有人看见过大腿宽的大马荒 黑绿黑绿的 跟幽灵一样在水里急速划过 怪下人的 这东西大的能吸干人血 有的牛不小心 给惹伤几只大的 回到家都古城全都大了 烧下来能砸出好多血 还有小马荒 下面说个山里的传说 在大山里行走的时候 不能用铁器敲击山里的大石头 因为那是山神 给精怪鬼仔们开发的讯息 所以古代山里行军 都要把刀收起来 把矛头处理好 我们那里有个断开的峡谷 里面就有个恐怖的传说 一开始是砍柴的人 在山谷里面行走 谁知道变天了 就赶紧躲在地形洞里了 结果跑的时候 不小心柴刀挂着了 摔出去 砸到了旁边的大石头上 瞬间天空雷鸣了 狂风大作 远处的人都看见了 峡谷一带黑云聚集 电闪雷鸣 十分恐怖 砍柴的也知道自己犯错了 就跪在地上 一个劲跟山神求饶 就在他抬头的瞬间 洞里有了响洞 他发愣的瞬间就出事了 他看到了无数的兵马 从洞底冲了出来 斜裹着狂风和阴气 把他撞到了洞边 他赶紧连滚带爬地 躲到了洞口后面 只见兵马急速离去 简直就是一支急行军 大大的铁蹄声 震耳欲聋 让人头痛欲裂 柴夫在往峡谷一看 看到了更加恐怖的一幕 峡谷里充满了 全副武装的兵马 在往乌云密布的地方急速前进 沉默而阴气凝重 盔甲样式根本说不出来历 连杂草都躲着他们 水流也静止不动了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听见天边一声巨响 把他震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他才醒过来 外面早已放晴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他背上柴火捡起刀赶紧下山了 回到村里已经是晚上了 村里人大呼小叫地出来接他 原来他这一昏迷 已经一周多了 大伙都以为他在山里给山神带走了 因为所有人都看到了山内边的恐怖景象 诡异而吓人 后来有人说 那是阎王爷派兵马 去收山里逆天的鬼怪呢 小时候大概都听过一个说法 就是中午12点的时候千万别杀蛇 否则就会招来蛇林 蛇头一样飞起来追着人跑 不死不休 或者周围会有很多很多蛇出来 纠缠至死才会散去 事情最早的版本是 中午有农夫中午收工 在回家路上听到很大动静的嘶嘶声 知道身边十米之内肯定有毒蛇 就警惕地起来观察了 听了一会儿就发现 声音从右手边的斜坡草堆里传来的 村里人遇上大蛇 通常都会高死回家煲汤 蛇羹很美味 喝鸡一起炖 十分鲜美 小时候喝过不少 而且村里的大人抓蛇都很有一手 这位阿叔拿着锄头毛腰前进 小心翼翼地找好角度 宁神观察了一会儿 就看到草缝起中间的蛇林色 迅雷不及掩耳 一锄头压了下去 只见一条一米多的黑蛇 瞬间昂头咬住了把手 尾巴也缠绕在了锄头靶上 阿叔看见十条肥蛇 就更开心了 使劲压住不动 正准备找机会抓七寸 突然发现 草里又窜出来一条稍微小一点的 把他吓了一条 反手一转 使劲就把锄头上的大蛇按土里了 用力一转 蛇头就分离了 他赶紧挑开到了边上 这时候周围居然到处是嘶嘶声了 紧接着 从草里冒出来好多蛇 不断地来回游走土信 走得还昂头 要进攻的样子 阿叔吓坏了 因为以前听过传说 但是没见过这么恐怖的阵仗 瞬间就想拔腿就跑 可就在想转身的瞬间 看到了更加玄乎的一幕 地上断了的蛇头 居然动了一下 然后瞬间飞了起来 摆头看着他 蛇头下两侧更是打开了双翅 眼睛王蛇那种肉翅 这阿叔再次崩溃了 一激动 拿起锄头就丢了过去 撒丫子狂奔了起来 一路上大喊大叫 快到村口的时候 脖子一凉 就放在了村里的水沟边 当时正赶上大家开饭时间 但是家里的鸡鸭猫狗牛 都极度恐慌起来 一村子鸡飞狗跳 出来一看的时候 就有人看到了村头一幕 目击者看着那位阿叔 一脸惨白地摔了出去 后面地上各色蛇纷纷散去 到处可以看见蛇在退散 恐惧感瞬间蔓延了上来 因为到处能听见 丝丝的吐信声 让人不寒而栗 村里有经验的老人和蛇夫 让大家赶紧把家里的 黄酒拿出来泼出去 这才瞬间平息了恐惧的蔓延 没一会儿 村里也就安静了下来 村头死的农夫也被人们 抬回去 办理后事了 后来老人说 这后生打死的是王蛇 附近正好又是有别的蛇在 正逢盛下 毒虫毒蛇交配之季节 蛇性暴力凶残 而他又跑向村里 蛇群自然不肯放过他了 脖子上的一口是致命的眼睛蛇毒 瞬间就能麻痹人 十几秒就没意识了 死得很快 他如果不死 整个村不知道要遭殃多少人 后来大伙就很少杀蛇抓折了 至少到了蛇类交配频繁出现的时候 出门都会带小平熊黄在身上 接下来再讲一个在教室发生的 是我兄弟全班都听到的看到的 十分瘆人 临近高考的时候 他们班有个女生开始变得很怪异 大白天打伞 到处晃悠 最恐怖的是在教室也打伞 搞得大家都远离他 让他一个人去角落坐着 老实说什么都不听 又怕说多了他跳楼咋办 这可不敢乱来 一开始一两周都这样 大家也就司空见惯了 当时楼主在二楼 他们班是五楼 我并不太了解 终于有了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他开始经常表情诡异的四处张望 有一天 甚至在晚上十点多全班自习的时候开始说 别说话了 再在我耳边朝我就掐死你 还把伞丢了出去 把当时寄进一片同学安静复习的教室给震撼的 他身边的人平时就害怕得不行了 这一整 把人家小姑娘给吓哭了 男的也都警惕地看着他 随时准备放倒 毕竟平时压抑太久了 巴不得来点刺激的事情缓解压力 这时候 那个女的又捡起伞打开 对着所有人狠狠环视了一圈 咬牙切齿 说了一句 吵死了 扭头就走了 留下身后一群备受惊吓的女生 和眉头乱跳的爷们 我哥们儿当天下课一起吃夜宵的时候就和我说了 我正准备第二天去会会这位撞邪的姑娘的时候 人家给薛小喊来的家人带走了 走的时候可恐怖了 他默默说完东西 一句话没说走到了校门口 然后直接惨惨地笑了起来 差点没给门位吓得把烟吞进肚子里 家人一看不对劲 赶紧上去抱起来拖上了车 拉回家去了 这件事让他们般惶恐的可以 但是面对高考的临近 大伙也没什么动静 毕竟人都走了 再不济也就是受惊了而已 后来一周后 他们把女生回宿舍时 差点没给吓死 开门就看到那个女的坐在自己床背上 打着伞 当时我在校门口打球 那个尖叫我都能清晰地听见 本能就冲过去了 他们宿舍在六楼 好多女生听说过这个事情 大中午的 全部人都跑下楼了 在下面聚集了几百号人 还有些在教室用工 和在食堂打饭 要不能聚集个千来人 后来年纪主任带着门位上了楼 把那女生给强硬带了下来 当时老师都在赶学生 疏散 我都没能看上一眼 反正老师到位后 那人已经被带走了 之后 大家都各自回去了 一时间议论纷纷啊 他们宿舍直接就全部换宿舍了 要么就回家复习去了 那女的回家后失踪了很久 找到后就精神一直不正常 后来就没打探到过消息了 现在想想 就挺可怕 我都没打探到过消息了 那我都没打探到过消息了 那我都没打探到过消息了